好那这边已经先建好一个简单的折起来的骨架 好那在关节处呢 做了一些transferencing的当作关节 那当然这一段其实可做可不做 我们只是示范一下再增加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炫的东西 那就把骨架转成A2P attach上去 黏错了要赶快detach 那骨架已经都先转成pally了 所以现在都只需要做这个attach的动作 那颜色的部分也简单设一下免得不好辨识 感谢观看 好那造型上当然每一节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 其实这个编辑动作可做可不做 这意义不是太大 现在做这些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都跟骨架的应用没有什么太大关联 只是造型上面做点变化而已 然后把它对起到股价的pivot 把它对起到股价的pivot 所以其实它不需要做reset xfoam 被attach的物件不需要 但如果你是要attach别人的话 它就需要做reset xfoam 把剩下的部分弄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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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股價長怕力再attach關節點 好,股價右鍵轉怕力attach關節點 OK,那這邊的結構就完成 那可以把所有模型叫出來 那這就是一個伸縮支架的結構 那我需要使用的是HISOLVER 拉二手就是這樣子 好,那它會像三頁一樣展開 這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所選擇的link的方向 它會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本來想調整一下長短 但是已經轉成editor poly了 所以股價沒有辦法再跟著 editor mode底下去做調整 那所以乾脆就暫時不管它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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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东西就是只是做一个IK solver的应用 接着我要复制这个骨架 所以使用Bone Editor Mode的Bone Tool里面的Mirror的指令做翻转 应该是轴向的问题 没有复制出来 我们换成Mirror好了 首先把世界坐标中心为圆点为中心点 然后来镜向这个骨架Mirror OK 就当做是这样子的应用方式 比较单纯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因为不在中间 大概就好了 这个是我要让它绑定圆柱头 就是这个伸缩感的头部的绑定物 但是绑定物的pivot必须跟HISolver在同个位置 所以我们要矫正一下它的位置 以后做一下Rexexful 然后呢 HISolver这里呢 你就可以选择HISolver 然后呢 选择一个绑定的物件 pin 就是bine到一个物件上 那这个操作比较特别的是 它必须 不是用click 而是拉住不放钉过 然后放图钉 好 拉住不放 然后放开钉住 刚刚没钉到 再来一次 OK 这样就钉到 钉到的话呢 你只要抓住这个物件 它没有link关系 可是它就可以控制了 那做点简单的小编辑 这都是装饰的操作 不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好 那再把HISolver OKSolver射回来 好 使用HIS HIS 逆向关节解酸器 用在这一种 正常的伸缩骨架上面 好 那我现在直接把令到末端 所以它就会从 就会拉起来就是直的 好 那root跟着本体 好 那这边有一个呢 产生翻转的问题 好 因为这次我们是用Mirror 那Mirror的话 会产生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 呃 坐标镜向翻转 那以HISolver来说呢 我们可以去对它的HISolver plan做修正 好 那IKSolver就让它跟着 就是这个两个十字 IKGO 它的目标物就让它跟着这个顶端的绑定的物件 OK 那这一段大概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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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